哈喽 这里是扎叔在泰国 本期视频就是很多粉丝朋友在后台私信询问的 泰国夜生活攻略 扎叔制作的这期视频 敢说绝对是目前全网泰国夜生活最全的一份 之前为什么一直没有出 是因为这里面包含的内容实在太多了 视频制作不易 希望大家多多点赞关注 本期视频较长 可先收藏备用 分明本期没有任何广子 所有的评价体验全部来自扎叔本人亲身感受 泰国的夜生活 绝对可以升得上这个星球最丰富多彩的 包含了种类繁多 那么本期视频的目的是为了新手玩家 做基础科普和攻略指引 程式方面 扎叔选了最具代表性的曼谷 巴提亚和普吉 因为视频较长 分为上下两期发布 本期视频攻略的内容包括以下四个类型 在扎叔的视频分享中排名不分先后 那么我们就正片开始 ONIS曾经是曼谷王者地位的夜店 17到21年连续多年上榜全球百大夜店 主打EDN风格 门口的ONIS招牌相信也是无数老玩家 都曾经不远万里来打可的标志性logo 虽然近几年ONIS已经不像以往那么火爆 散台最低消费的酒水价格也有所上升 但扎叔依旧推荐的原因是 老A8也是A8 周末过来玩依旧有很多惊喜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Ladyboy比较多 搭讪时需要谨慎分店 ROM66就在ONIS的隔壁 门票300泰铢可以换一杯酒 最佳店分为多个区域 包括室内室外 室内分别有四个音乐场地 分别是HIPHOP EDM HIPHOP Live 一般大家都会选择在HIPHOP区 其他区域没有什么人 Live区经常不开放 如果玩累了可以到室外的沙发区休息抽烟 同样作为元老级夜店 时至今日的ROM66还是扎出较为推桶的夜店之一 Terra 归一铜锣 是一家以Live加夜店形式的酒吧 虽然在扎出这里会被归类为土嗨吧 但是这里经常见得出没泰国明星 网红 也是泰国还不美富二代极力推崇的酒吧 在颜值方面可以说是排在整个曼谷的酒吧前面 周末爆满 酒水相对于其他地方来说较贵一些 但是这里的装修和气氛都是顶级的体验 非常推荐 其他位于铜锣的还有Dop and Dirty New In 还Meeting 同样也推荐给大家 走起来说 铜锣地区是属于曼谷的富人区 在这里的游玩体验会和RC截然不同 小伙伴们有兴趣的话 也要来这边体验一下 Sugar V.S. Coolie 主打Kpop风格 门票400余张 可以换一杯酒水 偶尔有优味活动 场地风味室内外 进门后上楼的电梯非常有underbrand感觉 一共三层 跳舞戏风超好 回老较多 感觉这里的妹子打扮基本也都是以欧美风为主 如果你也喜欢欧美风的可以来这里看看 跑山路 这里家书就不做具体的酒吧推荐了 因为这里的小酒吧实在太多了 跑山路作为全球最知名的背包客集散地之一 聚集了非常多的欧美人 晚上的气氛也属于是街边就能奔野地的 随便搭上桌子门口放个DJ台就可以开蹦了 如果你对环境装修有要求的话 那么这里一定不太适合你 但如果你想要自由的奔地氛围 那么这里也是我认为最自由洒脱的地方 好莱坞绝对的巴提亚王者地位夜店 无论男生女生都可以来这里玩 每晚都有精彩的歌舞DJ表演 当然这里对于男生来说有着另外一层意义 也就是可以在这里找到太语老师 不用怀疑从你踏入夜店门口的时候 你所看到的每一位太国女性 都可以成为你当晚的太语老师 室内空间非常大 足足有一两百名太语老师在这里等待给你上课 并且也一直在线 无论是你想找欧美风日韩风 这里都可以满足你 周末基本爆满 无法提前定位 如果想去的话 基本9点前就要到门口拿位置 关于玩法 因为好莱坞跟Panda都属于是计算机夜店 所以玩法多样且复杂 这个扎书会专门再出一期详细的教学视频 记得关注哦 Panda位于步行街上中国人开的一家夜店 里边的空间不算很大 但是妹子们的颜值却非常在线 同样作为计算机夜店 你也可以在这里找到你想要的太语老师 周末同样爆满 如果想要定位可以滴滴扎书 基本上12点开始这里就会作物休息 因为营业时间是到早上6点 所以你即便是半夜转场过来 场内依旧疯狂 MYST 同样位于步行街的一家黑泡风格夜店 这里的特色是2点之后人才会逐渐多起来 是的 你们听错 是凌晨2点 因为Batia的夜生活是可以延续到4日早上10点的 所以大家不用觉得惊讶 这里的酒水价格相对于前两家来说便宜不少 也是非常适合打野的场合 168这家土海吧近期年属实是破宣成功 在中国人韩国人的圈子里声明确信 首先说环境 这家土海吧是室外风格 没有空调 Live乐队基本都是唱泰文歌 提斯价格 这里基本上是泰国酒吧的价格挖地 目前扎叔没有见过比这里价格更低的 菜单的价格表一定让你还原声 最后气氛 这里之所以能如此活泡 就是因为其火热的氛围 太妹们基本在12点左右 和上头就站在舟子上开始跳舞 大家所熟知的东方公主号的演员 也常年下班来这里喝酒聚会 如果你也是射牛 可以上前搭讪 一起喝上一杯 Illusion 目前亚洲排名第一的夜店 光是这个名号就感觉十分牛皮 每天晚上都有十位常驻DJ 绝对是电子音乐爱好者的天堂 室内空间巨大 可容纳上千人同时蹦迪 平时免门票 但酒水消费不足 作为亚洲第一的这里气氛 当然不用多说 装修 灯光 音响 都是一等一的国际一流水准 每天晚上都有不同主题的曲风 表演 偷偷了亚洲最强夜店 Illuna Beach Car 这里是火爆全球的最大海上酒吧 王家同伞 在这里不但能感受到海上蹦迪的独特体验 并且超级出篇 每食每酒供应不停 建议提前定做 逼销可抵扣食物和酒水消费 如有需要可以找扎书预定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对于夜店酒吧部分的分享推荐 最后是给大家的一些友情提示 快点拿小本门记好 第一 泰国所有的酒吧夜店都需要20岁以上才能进入 部分酒吧查护照非常严格 甚至你手机里有护照照片也不允许进入 必须带原件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第二 泰国的夜店是不允许抽烟的 如果要抽烟 必须要到室外场地才可以 电子烟除外 第三 部分夜店对男士的着装是有要求的 例如同楼地区的酒吧 切记不要穿短裤脱鞋 即便酒吧不阻拦你这样的穿着 对于泰国女生来说 这也是大大扣分的 所以出发前最好打扮一下自己 第四 酒吧消费基本都支持信用卡 但不是每家店都支持微信和支付宝 所以大家最好提前准备现金 以免没有办法支付就会相当尴尬 第五 不要吝啬你的小费 在酒吧玩爽 15年小费绝对是可以获取超值的朋友体验 甚至服务员可以直接扮演寥机的角色 帮你搭讪妹子 告诉你哪一张桌子上的妹子 是想找人一起玩的 四种体验都建立在你要大方给小费的基础之上 第六 不要喝醉酒跟泰国人起冲突 扎叔告诉你泰国是合法持枪的国家 这里没有人像在国内一样惯着你 并且泰国的法律警察都是非常没有不本地人的 跟泰国人起冲突是一点便宜都占不到的 第七 泰国改装车的先进程度是目前全球独一党 这里的改装技术已经让人从肉眼根本无法分辨是原装还是改装 所以扎叔的建议是 如果一个妹子同时有微信会讲一些中文长得出奇的好看 拥有以上三个条件的话 不用怀疑 十有八九就是改装车 第八不要贸然单独前往一些不知名酒吧 这个坑许多朋友已经踩过了 如果要去的话 最好有泰国人获得比较熟路的朋友带着 不然踩坑的机会非常大 OK 那么这就是本期视频的上半部分的人 后续的下半部分 扎叔将会分享勾勾巴 skybar的推荐和地坑指南 一定要关注哦 都护申请每次准备完别的 都低渤 garbage 都 Aaron